前儿,看来母后平日是真的过于放纵你了,竟然连这种强弩明你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你当真是要气死为娘啊 母后,我冤枉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孩子,你放心,今天本宫为你做主 娘,谭婪受惊了,还是让她下去歇息吧 也好,孩子,你走到门口会有人带你去偏殿休息的 女子,则是否与你有关,还不快从事招来 父皇,我真是被冤枉的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您那回来,刚准备读书来着 就听到下人说,冲表弟送来一个美女,您是知道我的,我还小,对这种事情还不清楚 够了 启禀陛下,臣已经审问过东宫侍从,太子殿下对此事并不知情 儿臣真的是冤枉的 你要是没这心思,冲儿也不会这么办事 此事就此作罢吧,夏儿,你不会怪朕吧 怎么回事,父皇失心疯了,跟一个外人认错,这么和蔼的态度,我特么怎么从来没见过 朕的身份,一直没告诉你,也是有原因的 当初你娘出宫,意外间认识了你,她很喜欢你 回宫后,一直跟朕说你如何如何聪慧孝顺 朕认识你之后,发现你这孩子很异于常人 顿时心生爱才知心,加上你娘也很喜欢你 索性就认下了你这个意思 只是朕担心我们的身份会给你压力,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我们的真实身份 只是没想到,今天被这逆子给搅和了 怪不得父皇和母后如此生气,原来是他们合伙唱戏 结果让我给目不鲜了,看来这顿气挨得不冤了 爹,那我今天闯宫 什么闯宫? 皇宫是朕的家,你是朕的义子,义子也是儿子 回宫就是回家了,什么闯宫不存在的? 夏儿,放心,爹娘不会怪你的 儿臣,你闭嘴 爹,我现在脑子很乱,能让我休息一会吗? 今晚闹堂了一宿,你们也累了,就在东宫休息吧 前儿,方便吗? 父皇说的哪里话,东宫乡房多着呢 异地既然想住,我肯定欢迎啊 此话再厉,那你异地今晚就住在你这了 爹,秦怀玉和陈畜墨他们知道我进宫,都去找人了,您看 哈哈,你小子叫了一帮好兄弟啊,真知道了 异地,今晚你就和弟妹踏实住着,明天我和父皇母后再来看你 嗯,多谢大哥 好了,都没事了 你没事吧,他们没怎么你吧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的,干爹干娘不会怪罪我的 怎么,你害怕他们对我动手 你这人,就是破天的胆子,那可是皇上,天底下最大的皇上 皇上怎么了,那也是我干爹,干儿子也是儿子嘛,虎毒还不食子呢 你知道一开始我被掳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人是谁 苏扬,也对,你不知道这家伙知道后有多疯狂,就差没跟我打进皇宫了 哼,你明知顾问,还往大哥身上扯,我在想你,如果可以,我宁愿你不来救我 你是我的女人,别说是皇宫,就是东海龙宫,阴曹地府,上天入地我都要闯上一遭 谭儿,现在什么时辰了 已经沉时三刻了呢,赶快起来吧,这可是在宫里,不是在小院里 哈哈,年轻就是好啊,孩子不用如此拘束,跟着夏儿叫干爹 大哥即可 夏儿,这一夜可休息好了 休息好了 那你可想通了 想通了 哈哈,想通了就好啊 前儿 儿臣在 夏儿这孩子很聪慧,朕和你母后甚是喜欢 虽然收为义子,但朕不会区别对待,你们现在已经认识了,那以后可不要再有隔阂,从今日起,你们就是兄弟,听明白了吗 儿 好家伙,父皇这是在拿着小子鞭策我呢,儿臣知道了 按理说,朕收义子,必然要祭祀祖宗,宣告天下,但你毕竟出自民间,这么大肆宣扬,对朕,对你都不好 儿子明白 以后你还是住你的小院,朕和你母后也会去看你,你的身份,朕只会告知诸位大臣,此事就这么了结,你可有怨言 没有 嗯 吃完饭就带着这女娃娃回去吧,秦怀玉这几个小子,还在宫门外等你们呢,朕还有国事要处理,改日再去看你 爹慢走 总感觉父皇对这小子好得有点过分吧,难道是我平时太贪玩了,父皇,儿臣有件事情想问你 哦,前儿尽可说来 父皇,儿臣能叫你爹吗 你特良的吱吱无无半天,就想跟老子说个这,老子演了这么久的戏,不就是想刺激刺激你吗,你特良的脑子全是江湖吗 父皇 前儿,听说过以功代阵吗 听说了,圣明无过于父皇,竟然能想出此等千古决策 秦皇汉武怕是都比不上父皇分毫,父皇爱民如此,此举天下万民,皆能感受到父皇的人爱 这计策便是你异地和朕说的 啊 你是太子,是帝国的储君,当以天下为以任,平日里多读书,读好书,就说这以功代阵,出自燕子春秋,这部书你也读过,为何没有想到呢,那是你读书不经 父皇,儿臣知道了 朕只能将这大好河山打下来,如何治理,还得靠你,多用点心 殿下,陛下让我送您出宫 叔父不必如此,饺子担当不起 君臣有别,殿下是陛下的义子该当如此 有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